范贤捧着宝剑在苦笑 然后等父亲大人入屋之后 马上换上了最诚恳的笑容 父亲大人 这么早就回来了 范贤点点头 在床前坐下 瀑布最近没有太多事情 自然不需要老呆在那里 说完这话 他递过一个油纸包 新封馆的包子 三殿下这两天正在没书 老人家想着 他在外面待了一年 看得严实 虽然知道你受伤的消息 却是一时不能出来 只是记着你 爱吃新封馆的包子 所以让人买了 给你送过来 范贤接过油渍温热的纸袋 从里面取出一个 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口 发现大包里的油汤 并不怎么烫了 范贤看着儿子这模样 忍不住皱眉摇了摇头 范贤吃了一口 便将纸袋搁在桌上 下意识扭头望了一眼 窗台上的积雪 眼中流露出一丝艳羡之意 范贤看出儿子心中所想 冷力说道 别又想着出去 前天让你流出门 去了晨元 你就知足吧 如今京都里雪大落滑 你又伤成这样 也不知道安分些 我真这么抢手 从不可能所有人都想来捅我一刀子 更何况在京都里 还真有人敢动手不成 京都城内城外 不过十几里地 你以为有多大区别 这件事情 你最好暂时冷静一些 陛下 自然会为你讨个公道 范贤嘴上恭敬应下 心里却想的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陈平平与范贤似乎都在看皇帝的态度 二位老人家私底下自然也有动作 只是都瞒着范贤 不想让他掺和的过身 可是范贤清楚 受伤的是自己 首当其冲的也是自己 一味隐忍着 实在是很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 至于皇帝接下来会做什么 经由与陈平平的对话 范贤隐约能猜到少许 不过朝堂之上的换血 似乎与他也没有太大的关联 等父亲出屋以后 范贤的眼睛珠子转了两圈 伸了个懒腰 试了一下 发现后背的伤口愈合得差不多了 他的医术已急着变态的体质 果然十分适合在刀剑尖上 跳舞一般的生活 他下床穿衣穿鞋 尽量安静一些 免得惊动外乡服侍自己的侍女 坐在桌旁的圆凳上 他皱眉想了一会儿 觉着那箱子就那般放着 应该安全 这天底下聪明人极多 但凡聪明过头的人 总会想不到自己会那样的胡闹 撕定一切 他轻轻推开最里面那道棉帘 外间的熏炉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他捏碎了指尖的一粒药丸 清香渐迷 眉眼惺忪的侍女 本就在熏炉旁犯困 见少爷出来本是一惊 但嗅着那香 顿时又重入梦中 范贤微微偏头 看着侍女憨态可居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起来 刺奇这丫头 看来这辈子就是被他迷的命了 婉儿去杭州想着路远 便没带着丫头 没料着他回京以后 还是得送他入睡 裹上厚厚的球场 范贤小心翼翼的 沿着廊下往后门偷溜 如今的宅子里 藤大家两口子都在 对下人们的管束 本来就有些散漫 这大雪的天理 主人家不吩咐 那些仆妇丫头们 也就喜欢躲在屋里偷懒 所以很凑巧 一路之上竟是没有人发现 范贤撬家的行为 当然 连要靠近大铁门时 总有护卫守在那处 然而范贤一瞪眼 护卫们也只好装哑巴 少爷老爷 终究都是爷 得罪哪一个 都是不成的 范贤轻轻松松出了府 上了那辆寻常马车 沐风儿小心翼翼地 将他扶入车中 又细心地将车窗处的棉帘封好 范贤摇摇头 说道 就想看些景致 你都封住了怎么办 沐风儿笑了笑 不敢再说什么 披上一件雨缩 盖住那里的监察院连衣 一摇手腕 马鞭在空中转了几个弯 带下几片雪花 马车便缓缓地开动起来 暗处六处的舰手们随之而行 还有一些伪装成路人的 监察院密探们 也汇入到了并不多的京都行人之中 马车行至京都一处热闹所在 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行人 范贤掀开窗帘一角 往外面望去 只见街道两侧的商铺开门依旧 那些做零嘴的摊贩们撑着大伞 用锅中的热气 抵抗着寒冬的盐温 与一年前所见 并没有一丝异样 他不由笑了起来 钦差大人遇刺 对于朝廷来说 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对于这些民间百姓们来说 想必也是这几天最津津乐道的 范鱼消遣内容 只是事情影响不了太多 该做小买卖的 还是要做小买卖 该头痛家中鱼粮的 还是得头痛 范贤遇刺 更多的是让朝堂不宁 对于万年如一的平常百姓 并没有太多改变 忽然间 范贤心头一震 盯着临街几个人 半少没有转移视线 那几个明显是高手模样的人 警惕地拱卫着一个少年公子 那公子明显易容打扮过 却哪里瞒得过范贤的双眼 他的心头大惊 跟上去 看着那行人买了一些东西 上了自己的马车 范贤急声吩咐 木风儿嗡了一声 轻体马僵便跟了上去 两辆马车一前一后 绕过繁华的大街 转向一个相对安静 也是相对豪奢的街区 此时天时尚早 一映冬日里的娱乐生活尚未开始 所以这街上的楼子都有一些安静 只有街正中最好的那个位置 青楼红灯已然高悬 棉帘重重遮风 以内里的春色 吸引着外间戚风苦雪里的雄性生物 正是京都最出名的 鲍月楼 范贤看着那行人下了马车 走入楼内 皱起了眉头 谢谢 莫不是我真的 稍后眼花 他满脑门子关死 想也未想 便让沐风儿驾着马车 从旁边一条道路 驶进鲍月楼的内院 在楼后方的湖畔门外 停了响 他是鲍月楼真正意义上的老板 在后门处候着的嬷嬷 看见他从马车上下来 吓了一大跳 心想这位爷不是受了重伤吗 怎么还有闲心来楼里视察呢 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一方面赶紧派人去通知二掌柜石青啊 一方面小心翼翼的 将范贤迎往湖畔最漂亮的那栋独立小院 范贤摇摇头 心里想着先前见着的那个人 直接穿过湖畔的鸡血 缓缓向鲍月楼里走去 上了三楼 来到专属东家的那间房外 范贤略定了定神 听着里面传来的轻微话语 忍不住唇角微翘 笑了起来 那位老嬷嬷在他身后 也是不敢说话 连咳嗽都不敢咳一声 先前派人去通知二掌柜 也没有法子 只是满心希望屋内人说的话 小心一些 静静听了许久 范贤推门而入 谁 撕的一声 弯刀出窍之声响起 一股令人心寒的刀意 扑面而至 偏生范贤却是躲也不躲 避也不避 满脸难看的往前走着 出刀之人穿着寻常服饰 但眉眼间满是警惕与沉稳之色 刀出向来无回 可是看着面前这年轻贵公子人物 却是避也不避 心知有意 硬生生地将刀拉了回来 真气相冲 满脸通红 跟在范贤身后的木蜂儿 也随之进门 回身关好房门 然后向着那位刀客温和一笑 心想看来以后是同事啊 与此同时 先入房中的那行人早已豁然站起 将当先行走的范贤围在当中 随之而来的是两声心脆的啪啪声 一位女子 一位少年郎手中的茶碗 同时掉落在地 这二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范贤 半嗓说不出话来 那位少年先醒过神来 对着自己的随从大怒骂道 都把刀放下 着此啊 随从们面面相去 心想 白人究竟是谁 怎么让大老板如此激动 范贤却不激动 走到那名少年的面前 两指微躯狠狠地敲了下去 呸的一声 少年郎微胖的脸颊 顿时多了一个红包 找死啊 是让你回来了 少年憋着嘴 委屈无比地说道 哥 想家 将所有人都赶出房去 便是那位想替少年 辩解两句的石青儿 也被范贤赶了出去 他才大刀金马地 往正中的椅上一坐 看着面前恭恭敬敬的少年郎 半嗓没有说话 许久的沉默之后 范贤冷笑开口说道 大老板现在好大的威风啊 身边带的都是 北齐的高手当保镖 看来我这个哥哥 也没什么存在感 在他面前的少年郎 当然不是旁人 正是一年多前被范贤赶到了北齐 如今全盘接受了当年崔家的产业路线 在北齐皇族与江南范贤之间 打理走私事务的经商天才 范府第二子 那位脸上始终带着令人厌烦小马点的 范思哲 范思哲凑到哥哥的面前 小心翼翼地替他揉着膀子 小声嬉笑的 范贤气不大一处来 怒斥道 你怎么就这么偷偷摸摸地回来了 难道不知道这满天下的海埔文书还挂着 那只是一张废尺 在苍州城门处瞧过一眼 早被雨水淋烂了 哪里还看得出来我的模样 别老嬉皮笑脸 说说怎么回事 偷偷回来是做什么 为什么事先不和我说一声 范思哲一时语色 挠了半天脑袋以后说的 范贤一正 这才想起这档子事 看着弟弟明显比一年前轻瘦许多的脸庞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想到这一年多时间 他在北齐一人待着 以这么小的年纪 要处理那么多纷繁复杂的事情 也是可怜 心头一软 不忍心再多呵斥 摇头说道 回便回吧 总要提前说一声 我要先说了 你肯定不答应 范贤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皱眉说道 老王呢 他在上京城看着你 你走了 怎么他也没有通知我 他冷哼一声 看着弟弟不言 范思哲眼珠子转了两圈 有些着急 半晌以后迟疑说道 这 那个 王大人不是也回来了吗 我跟着他一路入的关 这个 这个 哥哥 你 你可别怪的 范贤一拍桌面 怒吼一声 这老脸皮也提前到了 怎么也没通知我呀 你们真是反了天了 什么事都敢瞒着我 范思哲站立不敢多言 他可是清楚这位兄长 要是真生起气来 打人 是真舍得用脚踹的 既然回了 为什么不回家 这位兄长 我说 你们能不能带着你 这位兄长 有点 是不是 有点 你 你 我说